在线为你健康所想 因为香菇含有多糖 它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水果也可以多吃一些梨 苹果等等 尤其是梨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梨具有润肺清热 消痰降火 养阴生经 滋肾补虚 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因为肺大肠相表里 很多患兼致性肺炎的老年人 80%都有便秘 排便不畅的临床表现 梨是首选的水果 老年人可以蒸着吃 煮着吃都可以 同时还可以配合一些百合 鲜藕等等 我们这里所说的兼致性肺炎 指的是一种肺疾病的名称 而非病理的过程 病例过程顾名思义 它是肺兼致的改变 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 而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 约有百余种 吃什么食物呢 就要诸葛的详细的解说了